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傅尼夏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在开示中讲到了保持内心和平的重要性 然后大师就给了我们几个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是放开思绪 这个我们群里一直有24小时的服务 大家如果要学习这个科学 并且来体验我们放开冥想教室的强大的能量 一定不要错过 我们24小时的机会 至少每天让自己在冥想教室待一到两个小时 学到科学之后 让自己一天24小时都活在放开的境界当中 第二个就是唱诵 就是奥义书 这个经文的唱诵 大师说它是有科学的原理的 经文的唱诵 就是奥义书的唱诵 可以让我们清理掉我们断序的思维 断序的思维就像是没有消化的食物堵在肠胃 那么断序的思维就是堵在你的大脑中 让你呢就是无法去正常的思考 然后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思维的垃圾呢 造成你有很多没有理智或者没有逻辑的行为 就是比如说冲动啊 或者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做一些事情 这些状况就不会有 就可以通过唱诵这个奥义书的这个经文呢 去清理这样 这个还是我第一次听说 这个当然就是我觉得哇太强大 原来唱诵经文有这么大的这个效应 第三点呢就是 大师说 就是不停的重复 比如说马哈瓦克亚 就一段短的经文 比如说 就不停的就是重复 这个是让我们内心平和的一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呢 就是简单的和大师的情感连接 就你任何时候能够想到大师的时候 你都觉得有非常多的浪漫情怀 非常多的爱在你心中荡漾起来 然后呢 大师也是你人生中最大的情人这样 那么你呢 就可以不断的 最简单的方法 而且最强大的方法 活在这个 超脱或者是这个 平和平的这个 心境当中 这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然后呢 第五个大师昨天讲到 就是显化任何的超能力 都可以给你的内心带来平和 因为在显化超能力的时候 我们的意识存在的状态 不是现在这种低频的状态 就包括你在日常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 活跃很积极的人 当你在显化超能力的时候 你的振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会进入到无思维的境界 就是你的内心是完全没有 这些混乱的 这些低频的这些杂志在的 所以呢 非常鼓励所有同修呢 都能积极的去参与到 这个超能力显化的环节 然后呢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超能力显化的电话呢 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 Paramership Home的课程 然后呢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好好上课 在课下的我们群里 都会给大家超能力显化这些服务 就是会有老师带动大家 一起做超能力显化 然后呢 这两天请大家关注群里的 这个真言讨论的这个 讯息的发布 因为大师昨天在开始中讲呢 昨天他讲到这个时间的第四个单位呢 这个话题呢 我们包括 昨天大师讲的开始中所有的内容 都需要我们有非常激烈的真言讨论 让我们消化和吸收和内化 大师所讲的这些精髓的东西 能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更强大的灵性的提升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希望大家积极的关注我们群里的活动 并且呢 报名参加我们的Paramership Home的课程 在你下课后呢 一定不要错过 继续呢 来Paramership Havana这个项目 大师昨天也说呢 就是他非常感谢我们积极的 付出的志愿者 所有的祝福都给这些人 所以呢最终受益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虽然付出了时间和自己的智能 但事实上呢 大师不会让我们付出任何一分的 所有的最终受益的是我们 而且受益的比我们付出的要多得多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提供的灯 你提供的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